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战火持续延烧 趁着英国首相访问波兰一名乌克兰的富人 趁机当面提问 他持续激动要求强森设立进飞去 但强森回应这意味着英国将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战斗 乌克兰多个城市连日遭到猛烈炮火袭击 美国再一次发生谴责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怒批普丁 联合国大会第十一次紧急特别会议也以141票赞成 5票反对和35票弃权压倒性的票数表决通过决议 要求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入侵还有要撤军 表决结果出炉 在场代表纷纷起立鼓掌 但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 而乌克兰的战场上现在依旧是猛攻炮火持续 不过国际社会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力道 美国也祭出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 华尔街股市V型反弹 道琼收盘大涨近600点